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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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动作也对 因为我们今天就是说 妈妈手 不要以为只是妈才听 因为根据某个研究 你知道吗 不知道 那些年轻16至30岁的男士 原来差不多有六成 是有妈妈手的 为何是男士呢 那你当然是打得比较多 玩得比较多 你知道现在的 手机仍然形光幕大了 手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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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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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 妈妈手是怎样得来呢 就是因为妈妈经常抱孩子这个动作 或者是一些拿重东西、喂奶这些动作的时候 令到我们一个叫做脑骨、颈突这个地方 它发生一个发炎的炎症 那它一做动作的时候 就会发生一个疼痛的感觉 所以我们通常就叫做妈妈手 好,那是哪个位置来的 是的,就是在一个脑骨 我们脑骨的地方就是属于手指宫这边的方向 这个骨头 那这个劲突的地方就是这个突出的地方 通常它可能抱孩子、拿东西 常常都用到手腕的时候 就在这个地方会发生疼痛 因为那条筋本身,我们经常都叫筋 其实它有两个基建组成的 其中一个就是手指的外展 没有长基建和没有短基建这个地方 因为它经常动动 我们经常动动它反复 基建就是真的… 基建就是我们在中医的角度 都是称为筋的一种 是的,这样的 那怎么测试有没有呢 其实这个位置很多人都用我们 只玩电话 现在就由出到这手机 是单手操作的 应该长期 你还玩电话 你最近玩得朋友的BB多 没有… 没有… 抱得BB多 没有,就是会经常受力 这个位置是否很容易有 对,因为我们玩手机 或者是除了妈妈以外 我们平时日常生活 用手机多 听电话 甚至可能一些工作 我们可能适应 我们可能要捧餐 或者是一些… 或者我们拿机的团 平时摄影机也很累 其实都是… 最主要是重复用到手腕 甚至是手指弓这个地方 重复使用它的时候 令到那些筋有一些磨擦 不停有磨擦的时候 就产生了一种 无细菌性的炎症 我们叫做无菌炎症 这种炎症就令到 那一部分的肌肉 那个筋会有水肿的情况发生 去到差不多 你反复去使用它 就会有一个纤维化 令到旁边的壁增厚了 那时候我们就叫做一个 筋不可以在一个正常的位置 所以分几方面 要不就是因为你那个人生阶段 你抱的嬷多 要不就是因为你自己贪玩 打得多 要不你是共伤 其实也有可能会出现这个妈妈手 没错, 生活常常都多 不过这个妈妈手 我们奉劝给妈妈 就是因为她抱着你, 养大你 所以我们就说 真是可憐, 你的手这么痛 是 好了, 那我们有很多方法医的 你炎症, 你西医 可能就会叫你吃药 甚至乎现在也有些人 甚至乎做手术有点严重 对了 不过, 我们肯定有条路之前也说过的 其实你可以用西方医学的角度 甚至乎用这个物理治疗 可以帮到的 那中医呢? 中医在医这方面 其实那个原则原理大概是怎样的呢? 因为首先呢, 在中医的角度呢 我们除了叫它做一个筋箱的情况之外呢 因为我们经常反复用手腕这个地方 属于一个劳损的情况 那体质都会相对比较虚弱的了 因为经常劳损它 重复使用这个手腕 那变成我们的身体体质比较虚弱之后呢 血不可以滋养到那些筋 我们叫做血不荣根的一个状况呢 都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另外呢 血不荣根就是不够血度 是的 血不可以去到滋养那一部分的筋 那另外呢 我们可能在办公室 打字啊 或者接电话的时候 冷气的地方都吹到 那就容易一个受寒的情况 吹到风 吹到风 吹到冷气 这个呢 因为寒是收人的 那你会令到那一部分的肌肉和筋 都会收缩 出现这个痛症 那你刚才说的那个状况 是不是越来越恶化的 还是突然有一天伤了 就是急性 就是了 就是很痛啊 这样 还是其实很痛 有些东西已经断了 有些东西裂了 还是一直长久 会慢慢痛一点 到很痛你才发现呢 那我们有两种情况的 有一种呢 就是可能我们经常都用到的手 可能长期努损 这个就是慢性 引起了这个情况发生 它可能越来越痛 慢慢痛出来的 那有一种呢 可能是急性期的 就可能突然间拿了一个重的东西 可能我平时都没有这么厉害 突然间我打算它很重 要用一些力的时候就用错力了 这一种呢 我们都是叫急性期 它就会突然间痛的了 阿Omi说有没有可以测试 是否有什么动作可以测试的 是否我的手指弓动动动就痛就已经是 还是其实有一个中医怎么测试呢 其实我们如果觉得自己痛呢 你自己动一下手也会觉得自己痛 那已经是出了事了 是 我们起码要知道 我们手腕发生了问题先 但是在中医的角度呢 我们也有两种测试 可以测试到它有没有问题的 第一种我们叫做握拳测试 握拳 对了 握拳 但是呢 没套 但是我们也要做多一点的动作 那首先我们拿开手 就是前臂这个地方尽量都放松 那握拳 前臂而已 对 前臂这里要放松 那接着握拳的动作呢 我们手指弓要放在掌心的位置 然后四只手指就要握起来 那就是一个拳头 那这个拳头呢 我们放松之后就要向赤偏去走 尺偏就是向手指尾这个方向 有点痛啊 对了 有点痛 如果痛的话 看我们在上面 我们刚才说过 脑骨这个净突部的地方 有疼痛有肿胀的话 其实也可以是其中一个 就是测试指标 那另外一种我们叫做尺偏测试 那这个就简单一点了 那手呢 等等 我们想问一下 做的时候好像你这样打横 还是好像我这样打动呢 其实就这样都可以 对了 这样都不行了 最主要是前臂放松就可以了 其实 就是不跟打人家都没事的 对了 没有的 或者你试一下 把你的手试一下这样去 首先刚才手指弓放在中间 拳起来这样 其实你也可能会感觉到 你用哪一只手拿电话 有些人其实用一只手 那里会会痛一点的 你当然是打机打得多 样子都变成空洞 我完全没有事了 我是这里有点痛 是不是我已经有一些妈妈的手了 也有一个倾向去这个情况 或者出现一些小部分的严症 因为我通常是左手拿电话的 我有 所以这边我会感觉扯多一点 但未至于痛 你直接的样子都痛得扭曲 很怕痛 你会小心一点 那我如果现在开始有少少了 我可不可以开始预防一下它 或者加强这一部分肌肉 你不要这么贪心 是 可能你还有更大的问题 第二个测试也还没做 我测试了吗 是的 你可能一次过要这几样东西 我吓你了 那第二个测试呢 我们叫做赤偏测试 那赤偏我们刚才有说过 这边手指弓是捞側 捞側的位置 这边就是赤偏的位置 即是手指尾 即是要测试这边 是的 我们的方向要走到手指尾 水平手 那怎样 即是测试的时候 用木板刮一下 看看它 放水平手就可以了 水平的时候 我们向手指尾的方向转 如果我们在脑側的地方 都是手指弓这个地方 觉得疼痛的话 我们都是属于阳性的指征 其实都是属于妈妈手的 其中一个 就是手指你这样 还是要伸直的 都是一个放松的状态 放松就可以了 是的 这样子 尽量是水平的位置 这个 这样就会比较 就是这里扯着 我也是啊 是的 有机会是由这个位置开始扯着 是的 因为如果妈妈手不处理它的话 其实严重起来 是会出现前臂 会去到手指弓 会有一个放射性的疼痛 这个也是严重的 中了 两个测试你都中了 那其实这些是否关于 筋或者手部的肌肉 其实如果我做妈妈之前 如何强化一下它 会不会可以避免有这个… 更强化? 不要用手了 放下它, 只要手扯扯就算了 加强它可以处理重东西的能力 先锻炼它 那会不会可以预防有这个妈妈手呢? 这个手很大 在预防上 我们应该先加强我们本身的肌力 但是如果已经出现了疼痛的状况 或者已经有放射性麻痹这种状况 我们就不应该再去做了 放射性麻痹是什么意思? 对, 只是由前臂这些地方 好像有痛到延伸到手指 弓甚至 痛不是一点 对 而是放射性 就是扩散开 扩散去那些地方 所以大概知道你的手刚才试过 一个是这样的测试 一个是这样的测试 如果有痛的话 令自己可以继续护理 又可以没有一对手 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回来继续问一下练医师 请开吵 试一下你的手 看看有没有妈妈的手 一定是姿势不好 或者平时太粗涜 在中医的角度中老实 或者自己太小了, 经常打电话 对, 总之一样 有时候有些人还要捉住打 就是姿势错 你只要躺起来打 所以刚才一拉 其实你可能会一直拉到来 觉得脚位都有事情 是不是也很普遍的 也很普遍的 其實現在都常見多了 因為第一 可能大家都經常用手機 或者電子產品 還有大家都工作很勤力 這個狀況都會容易影響到 因為肌肉不是一個地方就是一個地方 它有一個延伸性 它是一個拉著 甚至有些人說到頸椎都會覺得很酸痛 肩胛的地方 其實也是一個已經嚴重引起這個問題發生 所以我們更加要重視 醫生 這樣又沒得醫的呢? 還是在中醫角度 不要惡化已經當作沒有那麼慘了 是嗎? 當然有得去處理 有得醫的 有得救的 有得救的 即是不用廢了兩鼻的 不會 不會那麼容易 因為它沒有涉及骨頭 我們都會比較容易去處理 一般我們聽到有炎症 我們可能會吃一些消炎子 消炎藥 對 消炎藥 止痛藥 但你說不關事的 對 因為它屬於一個無細菌的炎症 對 我們儘量都會避免吃一些藥 另外我們可以平時護理 輕微痛的 我們可以用暖毛巾敷一下手 或者暖水浸一下手 去舒緩了 但是如果開始… 其實究竟是暖還是冷的呢? 一般我們用暖水敷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西方醫學有時候用冷凍髮 但可能中醫就是用熱敷 熱敷 熱敷 暖敷 對 因為如果冷敷的話 我們是一個很急性期 嚴症發生得很重要 可能我剛剛拿了重東西 哎呀 就痛了 這個情況我們一般會用冷敷 那麼在頭二十四個小時 我們都需要這樣做 那就預防它 裡面有一個乳血不停滲出來 這樣就是冷的? 對 就是冷敷 然後之後再用? 我們其後就用一個暖敷 甚至我們平時覺得有一點點冤痛 我們玩了手機玩幾個小時 或者我煲劇煲了幾個小時 然後我們暖敷一下手 其實效果也有的 那按摩一下呢? 如果真的很痛 想這樣搓一下它有沒有用呢? 可以嗎? 其實都可以搓一下它 不過小心啊 我擔心越搓越痛 如果一搓下去已經痛 你再搓一下它可能很麻煩 是的 所以我們一般就不建議自己 大力去搓它 當你已經很痛的時候 另外呢 即是那些說 出力一點 就搓散一點 其實就找自己笨 越搓越痛 越大件事 按骨火出來 以為是 誰知道你真的搓出火 骨火就搓不到出來 真的有機會是這樣的 搓歪了你更大件事 對 因為我們在中醫的角度 也會有一個雙科的手法治療 我們一般以點、按、滾、油 一些拔身牽引的方法 去處理手部這個問題 忽然這樣深 點是什麼意思? 就這樣點 點嗎? 手指點下去 痛點的地方 不痛就沒事了 是不痛的 但是我們如果已經受傷的狀況 我們醫師一般都會用一些輕柔的手法去處理 剛才說點 按可能就範圍大一點 對 一個手指按下去 按 對 一些滾法 可能我們一些推掌的方法 這些叫滾嗎? 對 這個滾法 對 一些輕柔一點的 甚至我們叫做一指蟬 就是可能手指在這個地方 那跟點有什麼分別? 點就只是一個位置 它不動的 對 一指蟬就會有動動、擺動的方向 當然要視乎它的情況 醫師的功力 這個狀況 這個就是點,然後按,然後滾 滾 滾就可以是一指蟬就可以 沒錯 或者這樣滾也可以 沒錯 滾我們可能去到上臂、前臂這些地方 但是不要亂滾 真的 對,當然 男人尤其是 男女也是 沒錯 不要亂用滾法 對 要是中醫 可以先找醫師 對,要先找醫師幫忙 另外我們也可以做一些手法 拔身、牽引 拔身? 對,拉開它 這個真的不要亂拔身 它很像武林秘笈裡面看 牽引 是幫法 對 牽引真的嗎? 都是拉開它 其實它的目的都是上書筋 讓那個氣血走得更加搶順 因為一般痛出來 我們經常說不痛則痛 因為那些氣血不流通 不沖腸的時候 就會發生這個情況 對 不過你譬如說到熱敷 你好像現在 你喜歡SPA嗎? 有些人 旅行會穿 對,有些人現在 連SPA的時候 敷眼的東西 都有味道 對 有分衣草 或者有什麼花味 這個我就馬上想 是中醫 其實敷的時候 有沒有草藥 用草藥敷這個方法 我當時有些泰國的草球 對 對 剛才我說 其實有 你說了一指閃 滾去 啟發去 其實敷有沒有藥敷? 有 一般我們 除了手法治療之外 我們都會有些中藥外敷 上去一個痛點的地方 可能我們有時候看鐵打 包藥 也會這樣 那類的中藥 我們一般中藥 有些活血去魚的成分為主 疏通經絡 例如一些魚香抹藥 甚至當歸 或者我們海童皮 薑和… 當歸可以外敷嗎? 對,都可以外敷 因為它透過皮膚吸收了 那些中藥的有效成分 也可以令局部 可以舒筋活絡 這樣 那有沒有內服的藥 就是… 舒戒 舒筋活絡一點 沒錯,都可以的 都有的 但當然,藥不能亂吃 我們當然要看每個人的體質 他的疼痛情況 損傷情況去到哪裏 我們才決定讓中藥來服 一般來說 中醫的止痛原理是一個什麼的原理 就是西藥的止痛原理 大家就… 止痛藥 趴下去就算了 中醫的止痛原理是怎樣的 因為中醫經常被人感覺 是不是快攻的 其實也有快的作用 例如我們做針灸去做止痛 但就不是成藥了 對,針灸我們可以選擇 在腕部的穴位 因為我們… 其實每一個痛點 是有不同的基建反映了 那個問題 那不同的基建反映 都是一個經絡 它有阻塞 來導致這個情況發生的 所以我們在針灸上面 都要針在一些不同的穴位 不同的經絡 去導致它疏通了那個 氣血行得更加暢順的時候 這個地方就會輸解做痛 不過一般人都不認識穴位 怎麼立遠吉呢 這麼多是找醫師 很危險的 千萬不要試 我提一提大家 千萬不要試 尤其是針灸 是的 那有沒有得吃的? 中藥的吃 令到你自己沒那麼痛 有沒有的呢? 都有的 一些中藥止痛的中藥 例如我們填漆 圓糊片 這一類都是一些 會血去與止痛的中藥 是的 那當然就不要隨便亂地吃 如果是醫生… 那是藥來的 對,沒錯 始終都是藥 好了 幸好也是有得醫的 不過我覺得有得醫之外 可能有些朋友 未像我們那麼頑皮 或者那麼不幸 已經有這個問題 他們有沒有得預防呢? 或者醫員怎麼護理 是嗎? 不想翻法的話 那怎麼辦呢? 一般我們都會叮囑那些病人 他們盡量少點用手 重複使用同一個動作 那麼久 很難的 是的,我們工作的時候 打電腦 不要那麼長時間 同一個姿勢 同一個動作 可能適當的時候 要休息一下 或者可能我們一直都說 是媽媽手的時候 抱寶寶的動作 我們可能左右手都交替 或者盡量都不要用到苦口的位置 或者可能一定要餵奶 可能要拿著奶瓶的動作 我們盡量都交替 這個去避免我們去重複使用同一個地方 那另外呢 我們都可以有些 除了剛才說過中藥外敷以外 我們可以用一些中藥去泡手 都是一個預防 那跟暖敷的作用是一樣的 不過就是開廚房了 是的,沒錯 那其實或者簡單一點 我們自己都可以在藥材店 買一些中藥去泡的 其實這樣都會簡單 海铜皮、薑黃 海铜皮、薑黃 是的,或者甚至我們用一些圓糊 都是可以幫助的 那怎樣敷 對,其實好像一個水盆這麼大 泡在裡面 你放了一些中藥 其實買很少的 即是放下去、泡下去 對,泡暖水 要不要先泡下去 不用了,一般就簡單一點 因為可能媽媽 她根本就沒有那麼多時間了 你用熱水沖了 那隻手暖暖的可以放進去 大概泡三、四個字 不要皺皮 那隻手 那讓她慢慢中藥 可以吸收 都有一個舒緩的效果 再簡單一點 有沒有一些動作可以連回 讓自己的手可以強化 有沒有 都有的 平時可能我們生活上面 都可以做一些運動 即手部的運動 令到它舒緩 請幾招給我們的觀眾 可以 是的,可能我們用電腦 用得耐勒的時候 我們可以先坐直 就是放鬆了一個人 兩隻手放鬆 前臂都是放鬆的狀態 那接著呢 因為我們是手指弓常用到 所以我們儘量動手指弓的動作 手指弓的指尖 去到尾指的指尖 我們叫做一個對指拉心的動作 這樣呢 連續做六次 是的 然後就換去無名指的地方 是的 然後又換去中指的地方 是的 再去到食指的地方 是的 這個為之一組 每一次每一個手指是六次 做了一組之後 我們可以做三組 可能我們就再用電腦 那就下一輪的工作了 好 變成就會舒緩了 即是手指粗 每一次碰多少次 做六次 六次 一二三四五六 可以慢一點 一二三四五六 一二三四五六 總之就做三組 做三組 沒錯 好 所以你們慢慢做就可以了 我們當然繼續跟醫師說一下 怎樣去幫媽媽 因為我覺得媽媽手這個系列 我想起 都要孝順媽媽 所以我們接下來幾集 都是關心這個女性 特別關心媽媽的病 媽媽手 除了一些新手媽媽會容易有的問題之外 如果你經常做某些運動 例如你反覆用力投擇的運動 例如有些雷球 棒球 又或者你經常要開棒的運動 例如是一些網球 或者羽毛球 都要多點留意 都會容易有媽媽手這個問題 大家